其实我们家庭的故事 就是在一个大环境下 一个小小的故事 可是我跟我语言的关系 其实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历史 一个大故事 大家好 我是贺雅文 恭贺欣喜的贺 优雅的雅 语文文德文 伯伯算是1.5代的纽西兰华侨 我虽然是在台北出生 可是很小的时候 90年代就全家移民到奥克兰定居 念完了这个硕士以后 我就一直留在这里了 成为了现在这个 汉字活字修复案的研究助理 身为一个研究助理 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成立一个可以再次利用 再次活用它们的一个工作室 所以我现在可以做到 我可以拿起来 我会把纸杆放在桌上 我们在这里很实体的一件文物 来当一个启发点 让我们去看 让我们去发掘 它背后的故事 虽然是这套字 1952年才到达了惠林顿 它后面的故事 它这些桥农 这些纽西兰华侨 它们的故事 可以从1840年开始 国语是我的母语 如果你理解成为你母亲的语言 要等我大了以后 才会慢慢了解到说 我母亲她的母语是客家话 可是我的母语 我妈妈教给我的语言 怎么变成了国语 这中间的转变 为什么 其实这后面有一个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 可能有点沉重 1949年 国民政府从大陆 迁移到了台湾 台湾就经过了 好几十年的戒严时代 我父母亲他们成长的环境 是在一个戒严的环境下面 他们并不能像我今天这样子 想要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 那时候国民政府 他们带过来的 有很多殖民统治的一些政策 尤其是语言上面的 有罚也有赏 像学校里 如果你说方言 或是说你自己的 非国语的语言 那你的老师可能会提发你 你出了社会 你想要找工作 你会发现说 如果我继续讲方言的话 我可能找不到 如果说非常非常标准的国民 能找到同样的好的待遇工作 所以这些很艰难的取舍下 我可以很理解说 为什么我母亲 她会 就是放下了自己的客家 然后我很理解她为什么 她教给我的是国语 对那一辈人 国语其实是一个造成了很多伤害的一个语言 可是她这个语言本身 就是好像一把手术刀 她可以伤人 可是也是可以成于疗愈人的一个工具 提倡童话的这些语言政策 至今还是存在的 那我就要了解到说 我现在要怎么去用这个语言 因为我是从小在纽西兰一个学的中文 所以其实我并不是非常的流畅 然后这是一个缺点 因为我觉得我发言的时候 就是要常常的 就是要一个暂停 然后去想一下说 我下一句要怎么说 可是同样这也是个优点 因为我可以很谨慎的去想说 我要如何发言 在纽西兰这长期来 华侨的历史们 并不是非常广泛地被讨论 或是被接受 或是被了解 然后我觉得 因为我有这个语言上的优势吧 或是说有双语 我就可以去理解这些 以中文来书写的这些文献 把他带进大家的视线里 在纽西兰一些社会运动者 关于毛利人他们的独立自主权 可能有一些长辈 也完全对这一片土地的这个历史认识不深 所以其实我很兴奋说 双语能力可以 我也可以在这边出一些力 各种很多种身份里头成为诗人座 最叛逆的那个身份 其实是透过写诗 我觉得说慢慢地可以 以一个独立的个体 来认识这个语言 来欣赏它的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